聪明人 佛菩萨教给我们 何在当下 最重要的就是当下这一年 这一年也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这一年已经过去了 弥烈菩萨给我们讲的好啊 事实真相啊 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念头生命 弥烈菩萨说 一千六百兆 一秒钟里头 一千六百兆个生命 念头生命 每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乌云 一个念头里头 色受想行识 观世音菩萨的智慧 照见乌云皆空 我们今天明白了 见到什么 见到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的 那个现象 观音菩萨见到 它是假象 它不是真相 念念相续 相续也不是真的 因为每一个相 就是每一个五蕴之相 完全是相同的 这才叫相续 它不相同 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 那决定找不到 两个念头是相同的 所以这种现象 只能叫它相似相续相 不是真的相续相 观世音菩萨说 它是空的 无云皆空 般若将经上说的 这个无云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念念不可得 这些念头纠缠在一起 让我们五根能够接触到 这些思想 它实际上也是不可得 也是空无所有 这就是 设想无二 设想无不二 无二 是体 无不二 是它现象 其作用 其一项用 多不可得 所以要把实相 搞清楚 不能说它有相 也不能说它无相 你说它有相 相不可得 你说它无相 它能生现象 能生无云 这一双思心 那就说 法而入世 这四个字 用得妙 一切法 本来是这样的 在一切法里 找不到生命 找不到它什么存在 不存在 都找不到 是不是 费用 费用 费用